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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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 打開講義 第260面 我們這一刻講到 藉吳文比丘為乙端 而便名五印魔鏡 這個五印魔鏡 並不是在我們一種 散亂的階段出現的 這是一個修止觀所產生的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心是 心隨旺轉 我們習慣性的是 隨順我們的妄想而活動 那麼現在突然間在妄想當中 又創造一種正念的力量 那麼真實的力量跟妄想的力量 當然是 漢賊不兩立啊 真妄不兩立啊 就會產生真妄交功 那麼在真妄交功當中呢 就會出現很多很多的事情出現 你看有些人他打坐打到最後突然間 痛哭流涕 有些人打坐到最後突然間非常歡喜 其實這個都是有事情 也就是說你這個修行當中是 越平常越對 你突然間 唉呦 不對勁了 那就是有問題了 因為他心不平常 那麼不對勁當中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是外在的外力的干擾 如果你這是禪定功夫很深 當然是魔王來干擾你 那麼一般人當然就是鬼神啊赤妹來迷惑你 這第一個 有外在的魔境的干擾 就是有外力的誘惑你 第二種呢 是我們內心的自己的邪見產生的 看下一段 誘惑於眾德嫂為族 如帝士禪 吳文比丘 望言正盛 天暴以弊 摔向現前 伴阿羅漢 身遭厚有 堕阿比喻 那麼其中又有一種叫德嫂為族 什麼叫德嫂為族呢 比方說他成就的四禪 四禪我們前面講到捨念親近地 他把前面的歡喜的心快樂的心完全捨掉了 安住在捨就是不苦不樂的這種念頭 那麼這個時候他的心呢 可以說是正念分明不動照了 所以這個四禪的心啊 是最為極淨 最為明瞭 那麼他就把這個明瞭極淨的心呢 就意以為當作嗜果了 望言勝正啊 他不知道這個煩惱的顛倒只是暫時的輔助 他以為他還是斷貨正正 因為這個四禪的相貌是跟阿羅漢的這個 滅進天的相貌是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等到了這個四禪的天的果報結束以後呢 他出現了五種的摔像 這個時候 他就毀謗佛佛佛 毀謗正法 佛佛是大妄一者 他說佛佛說世間上有涅槃 那為什麼我正得了涅槃又撕掉呢 半佛 第二個辦法 他說這個世間上 根本沒有所謂的阿羅漢 這個阿羅漢正得阿羅漢國應該是 不受厚有 怎麼阿羅漢死了以後又遭三界的果報呢 原來世間上根本沒有阿羅漢 世間上也沒有真實的涅槃可得 這個半佛半法啦 那麼遺址毀謗佛法的過失呢 就直接堵入阿比地獄了 就是說 一種是來自於外境的干擾 一種是來自於你內心的邪見顛倒 到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 就是洗心非正 在回家的路當中呢 結果誤入了歧途 看最後一段 乳因地聽 我今為奴 直行分別 所以你應該要好好的 仔細的 來學習這個五一魔境啊 那麼佛陀也會仔細的加以分別 那麼這段呢 偉大師說 在前面一刻呢 我們講到 廣世七七的差別啊 那一段呢 偉大師說呢 它是強調十戒的重要 若無出世的廟戒 劫無出世的廟會 強調十戒 那麼這一刻呢 剛好相反 強調 智慧的重要 若無中道的廟會 並施中道的廟戒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從這兩顆的比對啊 我們可以知道 你看生文戒在持戒跟智慧啊 是獨立的 你看你持生文戒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修無常無我關 因為這就是兩回事嘛 所以生文戒法 持戒跟會是兩條路 你可以專心的先 花一段時間來持戒 然後再花一段時間來修會 可以的 但是 在整個菩薩戒法當中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段海公說啊 在整個菩薩的戒法當中呢 他的身口的持戒 跟你異業的止觀啊 永遠都是相符相成 所以台積老和尚說啊 整個楞仁經講不迷不取不動嘛 不迷就是智慧 不取是禪定 不動就是持戒 這三個是一體的 不可分開的 你戒沒有持好 透換你的智慧 你沒有智慧你戒也持不好 所以他每一條戒都必須要跟止觀 要能夠配合的 他這個戒法跟智慧啊 是相符相成的 那麼這段呢 這個地方偉大師說啊 為什麼佛陀要仔細加以分別呢 因為偉大師說 無聞之過啊 甚可不畏 他說你今天沒有去瞭解整個 反望歸真的當中的一些魔境啊 是非常可怕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魔像幽隱難見 因為這個魔的鏡像啊 是很難分辨的 它的真望很難分辨的 第二個魔害呢 是深重難堪 你一旦受到魔害呢 那你就是非常可怕了 後面會說啊 他說你深重魔害啊 那你是根本上的傷害 比破戒還可怕 因為破戒是破其中一條戒啊 你一旦受到魔害的時候 你是全體的起顛倒 根本上的傷害 所以古人說啊 你寧可牽連不悟都沒關係啊 你不可一日著謀 所以佛陀說啊 乳因地聽啊 五經未如仔細分別 因為這個無聞的過失啊 是非常的可怕 好我們看第二的 實眾助悔 這個時候法會大眾呢 以這個期待的心啊 來等待佛陀的教會 感激文 阿蘭起立 並其慧眾同有學者 歡喜鼎禮福聽之慧 那麼在這個當中呢 其實是沒有人來請法 那佛陀是以大悲心啊 無聞自說啊 那麼這個是阿蘭尊者 跟法會大眾呢 就起立 那麼在這當中呢 來以歡喜心 來鼎禮佛陀 也以這個恭敬的心啊 等待佛陀慈悲的教會 我們看丁三的總別開示 那麼有關五音魔鏡呢 佛陀先做一個總相的說明 再做一個別相的開示 這是總別兩種的開示 這當中有三段 第一個總明魔士之由 第二個別明進化之相 第三個結欠輕毀尊修 先看第一段 總明 就是龍總的說明啊 這個升起魔士的應有 為什麼會 好端端的會升起魔鏡呢 就是這個理由 這地方分兩段 一 證明魔動應有 二 欠戒迷霧得失 這段正是說明啊 魔鏡來干擾我們的應有 說為什麼一個人修止觀 一定會觸動魔鏡 是怎麼回事 把這個理由講出來 我們先這個地方要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佛靠阿南集諸大眾 如等當之 有露世界十二類生 本覺妙明 覺言心體 以十方佛無二無別 佛陀呢 先把這個生命啊 先啊 把心帶回家 先設用歸體啊 講到我們眾生的心性 說如等當之 這個如等是 所有的凡夫跟有學之人 那麼在有露世界 這個地方是簡別 這以下的開示啊 不是無露 是有露 這個有露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世界的產生啊 是由煩惱跟業力所創造的 那麼這個世界是指一報 十二類生是正報 在有露的一正二報當中呢 我們眾生本具的 本覺本妙本明的這個 覺言心體 覺悟言滿的心體啊 跟十方諸佛是無二無別的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了 一切眾生為什麼都可以做佛呢 主要的理由就是 因為我們本來面目 跟諸佛的本來面目是無二無別的 那麼先把這個體性講出來 這以下第二段就正式說明了 自摩的音言 好 那麼在當中有兩段 先看第一個啊 就是這個 西空跟世界啊 是怎麼產生的 先看這一段 由如妄想 迷你為舊 痴愛花生 生化片迷 故有空性 化迷不惜有世界生 則此十方圍成國土 非無漏則 皆是冥王妄想安利 當日西空深入心內 由如片印點太清理 礦住世界在西空夜 那麼這當中呢 琢磨當然是有原因啊 先把他的原因講出來 說我們眾生啊 因為一念的妄想 那麼這個妄想是怎麼來的呢 是迷理為舊 就是 迷真 才起妄 因為本來沒有妄想 那怎麼有妄想呢 因為迷思的我空法空的真如理 那麼產生的對意 就產生了妄想 那麼這個妄想當中呢 就有兩種差別了 有粗細兩種差別 從維系來說呢 就是吃的妄想跟愛的妄想 這段 演藝老法師講的就很詳細了 演藝老法師他怎麼說呢 他說啊 他說我們這個打這個無名跟妄想是不一樣 他說這個無名呢是屬於吃 無名沒有對錯 你說你這個人 向外攀岩 向外攀岩不能講是罪業 他只是一個吃而已 他就是不知道一切法是平等的 而希望的產生一種對立 產生人鎖 所以這個無名基本上呢 是屬於第八式的作用 就是三系的 一念妄動以後啊 那麼在平等法界當中 希望產生人鎖啦 而產生了第八式 這個吃是維系的第八式 那麼這個妄想呢 就是比較粗重的是屬於 第六一式的 愛爭取捨 所以這個無名是一種 有所得的潘岩心 這個愛呢 是一種煩惱了 愛爭取捨的煩惱 那麼總而言之 在彌生以後生起的妄想有 吃愛兩種妄想 先看這個吃 產生的相貌 生花片米故有空性 那麼生花片米呢 就是說呢 因為有一念的遺痴啊 這種有所得的心啊 就把這個平等的真如啊 就產生的切割成一個 人所的對立 有一個人言的心所言的敬 所以就把全體的真如呢 就轉成了 還虛空之相 就是所謂的生花片米故有空性 就是為什麼會有虛空呢 因為我們 產生了人所的對立 有人有所嘛 所以就產生了虛空 化米不息有世界生 那麼虛空雖然是有 但虛空是一個沒有差別像的 那麼在無差別當中 又創造了個人的世界差別 比方說你是人道的世界 他是惡鬼道的世界 他是畜生道的世界 這個差別像怎麼來的呢 因為有愛曲的煩惱 有些人對善法產生愛曲 他創造了美好世界 有些人對惡法產生愛曲 創造了醜陋痛苦的世界 所以 由前面的疑痴 而創造的虛空 由我們心中的不同的愛曲 而創造的差別的世界 那麼總而言之呢 虛空向世界向 就是一念的妄想 之所變現的 是這個意思 再往下看 則此十方圍成國土 非無漏者皆是明王妄想之所安利 那麼這一段是把前面做總結了 所以 由前面的道理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所受用的 十方虛空 以及虛空裡面的國土 之所以變成 非無漏 非無漏就是有漏 為什麼會是一個有漏的世界呢 因為都是我們一念的 迷思 還有這個玩是愛曲 迷思的妄想 跟愛曲的妄想 之所創造出來的 就是你有這個妄想 你就有這樣的世界出來 就是你為什麼今生會 遇到什麼人 遇到什麼事 跟你前身打什麼妄想 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做一個總結了 所以當時在西空當中 這個西空 但是西空當然包括世界 也主要是講西空 西空是生在我們的一念星星當中 就好像一小片的銀霧 點綴在太西空當中 所以這個西空 它只是我們一念星星的水泡 或者是一個廣大天空裡面的一個小銀霧而已 那麼又何況這個世界又在西空當中 那就更小了 那麼當然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先把這個 為什麼會產生魔鏡呢 先講出一個 它一個道理就是 因為你的外在的世界 是你妄想所變現的 那麼你現在破壞妄想 你等於是間接在破壞外在的世界 他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再講一次 你外在的世界 怎麼會有是你妄想變現的 那麼你現在對著這個妄想的時候 你外在的世界就開始要消失了 但是你在外在世界要消失的時候 有些人就不同意了 有些人都不同意你這樣做 因為這當中牽涉到有共业的問題 你往下看就知道 如等一人花真歸言 此時方空皆喜消影 因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正烈 他說 外在的世界是你一念的妄想變現的 所以你當你花真歸言 你花心要正念真如 回觀緩照真真真真如 要花心要把你的心 從妄想的攀岩心要帶回家的時候 這個時候由妄想所變現的十方西空 十方世界 全部要消失 而且這個空中所產生的十方世界 通通會破壞掉 那麼這個地方就有一些 有些人就不同意了 因為我們 習慣性活在妄想 所以會產生世界 現在你在對峙妄想 就等於間接要破壞外在的世界 再往下看 看 如被修禪四三摩地 十方菩薩及諸無露大羅漢 心經通文當處湛然 一切魔王及鬼神 諸凡夫天 見其宮殿無故崩裂 大地政策 水路飛騰無不經折 凡夫分岸不覺千耳 彼等顯得五種神通 圍除漏境 戀死成老如何令辱催裂其出 世故鬼神疾諸天魔王良妖精 疑三昧死千乃老奴 這個地方就正式說明了 為什麼你在佛堂裡面打坐 他一定要來破壞你 因為這當中有原因的 因為你干擾到他了 如被修禪 我們在修禪 當然是在佛堂修禪 我們也沒有去擾壞別人 但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用這種 回光返照正念真辱的 這種空甲中三觀的智慧 來莊嚴我們一念心性 我們的心跟十方諸佛菩薩 跟那些無漏漏大羅漢 他們在一念的極性心當中 是心經通文 我們的心跟佛徒的心 是互相吻合的 我們向外攀遠的心的時候 每一個人心不同 所以你看一體啟用 各個不同 但是色用歸體 把心帶回家 我的家跟你的家一定一樣 家只有一個 那麼就在這個家當中 當處湛然 當下清淨而光明 光明而清淨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在修守內王三昧的時候 十方諸佛菩薩是非常歡喜你啊 張開雙手 歡迎你回家 但是有些人就不歡喜了 那哪些人不歡喜呢 一切魔王 六一天的波巡 還有這些諸大的鬼神 還有凡夫的諸天 他們看到他的宮殿啊 無顏無故啊 產生的崩裂就是破壞 乃至於整個大地啊 產生震動啊 展中的分裂 水中的眾生 路上的眾生啊 乃至於飛騰就是空中的眾生啊 都產生的進步 因為大地開始震動 宮殿開始破壞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呢 凡夫是一個昏昧 這個暗頓的情況啊 他沒有神通啊 因為他前面說的這個宮殿的破壞 大地的震動 這種都是禪定所見的設法 禪定所見的 所以凡夫感覺不出來 但是前面說的這些魔王啊 大利鬼王啊 這些諸異界天的天人啊 他們都有這種五種的暴統 圍除落金通 更重要的是 他們都貪戀這個三界的果報 所以他怎麼能夠允許你去破壞他的宮殿 去鎮裂他的大地呢 諸魔所不容 所以總結了 所以四孤鬼神 還有這種 天 諸天魔王啊 王娘妖精啊 在你三昧將要成功的時候啊 他們都要擾害你你 一方面保護他們的宮殿 這個地方啊 就把這個我們 為什麼經常會受到 魔境的理由說出來 這個地方我們分成兩部分來說 因為第一個理由是 進隨心轉 你的心態改變的時候 你這部分的業力所創造的進 也開始在動搖 在開始在消滅 進隨心轉 那麼這當中呢 比方說為什麼說進隨心轉 比方說 我們一個佛學 比方說有二十個學生 突然間哪一個大福德的人 我的大修行者 跟我們共處 我們就覺得整個 整個這個世界的磁場就好很多了 因為你這個 因為你這個業有供業跟別業嘛 別業當然個人 請業發現啊 但是這當中別業中有供業 所以你看我們這當中 供修人有些人 煩惱特別重 其他人會感受到那種 那種磁場就很躁動 因為他有釋放一種 供業的因緣出來 那麼現在就是說呢 你一個修行人 開始在回觀緩照了 你要把你這部分的業抽回來 那你這個別業當然沒話講 但是問題是 這當中有供業 你抽回來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地方會產生問題 你一個進隨心轉 你的外進隨你的心在變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正邪不兩立 這個地方有一個理由就是說 我們看他這個地方 他說 在這個261面的最後一段 他說 這些魔王啊 是怎麼樣 戀死成牢 如何令如催烈其處 他們的心情啊 是希望保持嚴重 而你要做改變 所以他當然不同意了 他希望這個世界 這個美好的世界 永遠保存下去 你現在要回觀緩照正列人住 要把這個有弱世界破壞掉 那麼在供業的角度來說 對他們產生一定的傷害 你看你 比如說我們一個家 一個家庭是住了三個人五個人 大家都很放逸 每一個人時常都是往這個放逸的方向走 大家都覺得好像沒有互相干擾 突然間有一個人想修行 這個時常就不對了 三個人都很放逸 一個人突然想修行 只是說我也沒干擾你啊 你們繼續放逸啊 我在隔壁房間打坐 但是那個放逸的氣氛就不對了 因為他釋放出一種 正念的氣氛出來 那麼這個時候 那些魔王就不歡喜了 他肯定要來破壞你了 這個就是他們為什麼來干擾 修行人的主要理由 那麼你這個到底懂了 我們再往下看 疾惡欠見迷雾得失 所以你看我們在修行啊 你一定要同見同行 修行的人 不能跟放逸的人在一起的 不可以跟放逸的人在一起的 因為你一修行的時候 你創造一個正念的磁場 他創造一個放逸的磁場 這兩個是怎麼樣 會互相抵觸的 非常抵觸的 疾惡欠見迷雾得失 這個地方佛陀欠見我們啊 如果是迷他有什麼過失 第二個是悟有什麼功德 講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段階段有兩段 第一個欠悟則成德 借迷則成失 如果能夠覺悟 那麼我們就能夠成就廣大的功德 看經文 然比諸魔雖有大怒 比城牢內如妙劫中 如風吹光 如刀斷水 了不相處 如如沸湯 比如煎冰 暖氣見陵 不日消雲 圖示神力 當未其客 那麼魔王當然 你今天想要仿望歸真 對他的宮殿產生了傷害 大家很不高興啊 所以然比諸魔雖有大怒 他看到宮殿即將被震動破壞 非常生氣 但是這個地方我們要知道一個道理 雖然他生氣 他的心呢 是在三界的城牢當中 他還是活在妄想 雖然他修了很多的善業 但是他的本質 還是一個妄想 有記足善業的妄想 那麼如妙劫中 雖然我沒有修什麼善業 但是我在回觀返照 我的心是跟慈方諸佛同樣的妙劫心 即便我沒有吃糧 但是重點我的本質還是在 妙劫的心心當中 這兩個人是不同路線的 一個是聖滅心一個是長度真心 所以說他要來干擾你呢 就像什麼風吹光 你看風去吹光 風跟觀本來就沒有什麼關係嘛 不會交集嘛 如刀斷水 了不相處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這是講了不相處 第二個就是邪不勝正 如如廢湯 彼如煎冰 就是我們在正念真煮的時候 這個真煮是一種正氣 就像一個沸騰的熱湯 那麼對方是貪念三戒 就像一個冰塊 那麼暖氣漸淫不日消雲 冰塊一旦接觸到這個熱的湯 當然他自己就消失掉嘛 雖然他有很多的神通 過去有不失實際的福報力 但是他畢竟是安住在客 他是一種聖滅心 不是安住在常住的主人 所以這個地方說出兩個道理 第一個 你跟他是沒有關係的 他是風你是光馬各走各的 第二個他是邪你是正 邪不勝正 這兩個道理你要懂 那邪不勝正 為什麼有些人還是 被五印魔鏡所破壞呢 這地方講出第二個理由 成就破亂 猶如心中五印主人 主人糯米可得其變 說一個人 修禪妹會被破壞 因為我們的主人不在家了 這主人一旦迷惑 客人就來偷東西了 就是說 理論上啊 客人是不能偷東西的 但這個主人睡著了 睡著他當然就把你偷走了 所以就這樣 為什麼邪不勝正 那為什麼為邪氣所欽呢 我一道是說那因為你正氣不足 你自己要動嘛 你忍者心動那當然就被他轉去了 他其實是不能干擾你的 所以你不必去對視魔王 他自然會消失掉 因為你是火 你是一個熱水 它是冰塊 它在靠近你 它自然就要消失掉了嘛 但是你心一動那就完了 就是五印主人糯米可得其變 是這個理由 這是這個我們自己啊 自己擾亂自己 看最後一段 當主纏諾絕無惑 則比魔士無奈如何 因消入民 則比勤邪嫌受優氣 名人破案盡致消云 如何敢留擾亂殘定 所以我們遇到這個魔鏡的時候 因為他後面會說 我們一旦會有魔鏡表示 你突然間打妄想 突然間一時的失戀 然後這個魔才有機可乘 它乘系而入 因為這個時候你要馬上 把功夫又提起來 又回光還照 趕快把心拉回來 安住在所言境 正念真如 那麼只要能夠覺悟這東西 一念的妄想妄境 不要產生迷惑顛倒 那麼魔鏡是不能干擾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因消入民 這個五印的魔鏡 一旦入了我們一念心性的光明當中 這個邪惡之氣 它們本來都是屬於這種 幽暗之氣所成 而我們在修行的真如是一種光明的智慧 光明能夠破除黑暗 所以一旦它靠近你 它自然會消失掉 它怎麼能夠一直停留在你的身邊 去擾亂你的禪定呢 所以它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你自己擾亂你自己 你自己自亂振腳 你不應該說別人干擾你 它只是一個助言 它獻出一個影像給你看 你自己動了嘛 你自己有選擇權的 擾亂不擾亂歸它嘛 動不動歸我嘛 你們兩個本來是兩條路的嘛 它獻一個鏡給你看 你也可以選擇不比不舉不動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自己擾亂自己 這個地方的關鍵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看更二的 戒謎者成師 若不明悟 背影所迷 則如阿蘭 必為摩子成就摩人 如摩登且 蘇為秒裂 彼為咒如破佛利益 八萬行眾指揮一界 心清禁固 尚未淪利 如來揮儒 寶絕全身 如載成家 夫逢寂寞 婉轉凌落 無可挨救 那麼假設我們不能夠 如實地安住在一念心性 然後它開始變出很多的色 很多的影像 給你很多的感受 突然間感到很快樂的感受 很痛苦的感受 產生很多的想像 然後你就跟著這個感受 想像而轉 被這個無意魔性所迷惑 那麼到最後的 必為摩子成就摩人 那麼我們就失去的正知正見 雖然我們也開始繼續打坐 繼續拜佛持咒 但是你所做的都是摩業 來生就變成摩人 因為你的本質已經被破壞了 這一下講出一個對比 他說啊 好像摩登且 摩登且這個人是一個很卑劣的人 但是他依止這個仙凡天的咒啊 破壞你的利益 在海公的叛教是說啊 阿蘭尊者是換到生產 但是沒有破根本 那麼在八萬恨中呢 只有換到跟你人相處的生產 但是他因為內心當中 還是正念分明嘛 沒有起顛倒嘛 他還是意念 如來大辭 您不救我 所以沒有毀壞整個根本仲戒 所以你看 摩登且對我們的傷害 頂多是在八萬恨中呢 只是毀掉其中一個恨 你的根本的親近 根本的正見是沒有傷害的 所以破戒的可怕 還是相對這個琢磨來說 他還是比較輕微 因為他八萬恨中啊 只毀一切嘛 你內心還是親近嘛 你還沒有真實的完全的倫理 但是你琢磨就不同了 此乃灰如寶絕全身啊 五一魔境他灰就是破壞你的事 你整個法身毀滅 破壞你整個菩提心 講一個譬語 所以一個大臣啊 得罪的天使 得罪天使呢 夫逢吉莫 他就被奪取他的光位 莫收他的財產 消除他的貴族的地位 而降為平民 最後的結果呢 婉轉凌落 無可哀救 就是道說 無處可去啊 沒有人可以救吧 因為你得罪的天使嘛 你要有微小的過失還沒關係 你都熱天使那就完了 好 那麼這個地方呢 意思就是說啊 修行當中有些東西是 影響不是很大的 有些是很嚴重的 你一點都不能出差錯 你一出差錯就完了 比方說琢磨這件事情 你沒有第二次機會 我們過去也說 你一個人可以起煩惱 不能起顛倒 有些人偶爾泡泡脾氣 亂不了 回去懺悔就好了 你喜歡貪吃東西 那麼吃完以後 好好地懺悔 這個地方有沒有過失 當然有過失 但是不影響你的 根本的菩提心 不影響你根本的正事件 只是疲肉之傷 但是琢磨可不是這件事情 它直接侵入到你的骨髓啊 改變你的破壞你的菩薩種性 變成轉成魔種性 它那個傷害的病毒是傷到你的根本 這可不能開玩笑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修學過程當中 你大概修止觀都會知道 你要修正念 你還要修一個正知啊 這個正知就是經常保持絕躁 心常絕躁不属 就是正知就好像這個巡邏 巡邏隊一樣 觀察一下你現在處在什麼狀態 就像那個中後部大師說的 正念啊 就好像調伏那個狂象啊 你拿一個繩子啊 要把這個象往前拉 不能念要它念 不能鑽要它鑽 這個正念就是 把你的心啊 不斷地往前走 這個正知呢 就旁邊要有一個人看著這隻像 這是像有沒有隨數你的 看這個象就是 這個象就是我們的妄想 它是不是有隨數你的這個 你所指導的在走 旁邊要有一個正知 當然你要不修行 當然什麼事都沒有啦 你說你平常就是 做一些慈善事業啊 這個魔鏡大概都沒有 因為你根本沒有改變外境嘛 它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的心開始改變了 它就很可怕啦 因為你心態改變 你整個外境開始動搖 那麼跟你有共業的眾生啊 它就不高興了 它會感受得到 它有神通力 它會感受到 你開始改變了 那它就不會放過你 它不會放過你 但是 你也不要害怕 因為它畢竟是屬於妄想的相貌 你根本 它看這個意思 佛陀就這樣 要你不要對峙它 它告訴你 當處蠶螺 絕物無惑 折比魔士無難無惑 佛陀沒有叫你對峙啊 當然是很厲害 你遲遲重 重點是你不能迷惑 重點是你不能迷惑 所以我們要保持正念跟正知兩種情況 好 我們今天先章到這裡 向下文常 互在來日 回向